海贼王,拉夫德鲁的位置在海下!难怪没有路标历史证文就无法到达! 在罗杰到达拉夫德鲁之前的800年,都没有人找到拉夫德鲁,可见拉夫德鲁的位置究竟隐藏得有多深? 据说拉夫德鲁隐藏在伟大航路的尽头附近,再之后就是红土大陆的颠倒山,相信这如此悠久的岁月里,也有传导过拉夫德鲁的附近,不过他们都没有发现拉夫德鲁 所以拉夫德鲁应该是隐藏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,要么在天上,要么在海底,要么隐藏在特殊空间中,小海更倾向于拉夫德鲁藏在海底 不过拉夫德鲁的位置应该没有与人岛那么深,而且需要使用特殊的方法才能进入 红色度标历史证文,不仅仅是用来确定位置的,上面还记载住进入拉夫德鲁的特殊方法,所以红色度标证文才成为了去到拉夫德鲁的必需品 拉夫德鲁隐藏住太多的秘密,空白的一百年历史真相,三大古代兵器,地支一族的含义,还有了不得的宝藏One Piece 而且拉夫德鲁还和八百年前的乔基伯伊有著巨大的关联,和之国,鱼人岛,或许还有阿拉巴斯坦都与拉夫德鲁有著特殊的关联 罗杰他们来到拉夫德鲁的时间太早了,这是罗杰感到遗憾的事情,因为人鱼公主海王在那时还没有出生,或许想要得到宝藏就必须要得到海王的帮助才行 海王可以指挥海王类,海王类在海底才能行动自如,所以拉夫德鲁很可能是在海中,陆飞与现在的海王白星是好朋友 乔基伯伊也曾与海王许下过约定,所以海王的作用很重要,而且白星也是伊姆大人灭灯计划中的一员,或许就是为了阻止路飞到达最终之岛 在罗杰海贼团即将到达拉夫德鲁之前,巴基却突然发高烧了 所以他肯定的偏偏是巴基呢? 巴基曾54分5裂果实,成为了罗杰船上唯一的果实能力者,巴雷特已经离开,果实能力者最大的弱点就是惧怕大海无法潜水 如果拉夫德鲁在海下的话,身为能力者的巴基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,所以他必须要生病,这样才能避免遇到生命危险 在迦勒比海道中,世界的尽头是一个颠倒世界,拉夫德鲁的位置是否也是在世界的另一面呢? 而且戴维琼斯的宝藏似乎也藏在海中的某个地方,One Piece大米宝是否也有相似的套路? 再大胆一点猜想,拉夫德鲁是否就是人间和冥界的入口,罗杰说这就是个甜大的笑话,是不是因为乔伊博伊留下的不仅是宝藏,还有关于永生的方法? 不过这需要许多的特殊条件,海王类的巨大力量,布鲁克控制灵魂的方法,手术果实用生手术的突变,都是为了让路飞有个完美的结局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,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,再见